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包包了 虽然这个包包的质量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好的 毕竟它价格摆在这了 这个包就是59块钱 就是说实话 69 一个69的包咱就是别要什么自行车了 就是我对一个商品的评价 它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它好的其实就是在外观 但是它绝对它的质量 它的质量不只是这个价 质量不只是这个价 背起来就是显得很贵 显得很贵 但它的那个质量肯定是不如那种 大几百大几千的包 我一直在吃的是烧烤味的 还有就是那些讨厌我的黑粉 不要再举包了 请你们就是过你们的周末吧 好吗 就是这个牛T筋真的挺好吃的 就是我一直吃的是烧烤味的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 它那个浇麻味的 我先问一下 咱这个包不是御寿吧 是 是御寿 对 不卖 气死 什么 不过它御寿的时间很短 一般上一次咱们御寿的话 就第二天就发货了 我觉得是吗 嗯 第二天就发货了 第二天就发货了 身上的不辣 不是很为辣 因为它 我先问你 微辣微辣 为什么我每次选的包 它都是御寿呢 因为你的眼光非常非常土壮 非常漂亮 因为咱这个也是 怎么说也这样 就是那些 就是我选的包全是御寿的 就是不是御寿的包 我看不上 本来烦死了 它御寿几天 哪个是椒麻味的 那是香辣味的 这个包你可以把它拆掉 拆掉以后就是一个手提包 哎我天呐69块钱能买个这个包 真的特别的实惠 好了别说你回家上菜了 香辣的有点辣 看可好看 新款毛包包 这个包咱们就是说 这个包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这个包就是那种有点 就是那种硬死风 有点明媛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显得很贵 你背这个包你就感觉就是 非常的有money 就是不不不 真的这个包是适合穿羽绒服背的 对我刚穿毛衣背包看看 尤其是带毛领的 嗯 非常漂亮的 这个非常适合穿羽绒服背 我跟你讲这个包我会背 我不给妈妈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男生背起来 一点都不娘 给大家上架了 就不给我们多 就给我们两百单 就只给了两百单 就给了两百单 御寿几天 御寿几天 御寿七天 这个包有两百单 12月5号发货 12月5号之前发货 口罩有口罩有 他这个包卖的这么好吗 对 虽然他预售是七天 虽然他的预售是七天 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好看 很潮的男生 可以试一试这款包 因为他很小 所以他一点都不显得娘 我建议很潮的男生 也试一试这款包 主要他很浅 169米 但他显得很贵 这个就是说背坏了也不心疼 哎好好看呀这个包 老铁 金灾老铁 这是什么表演 啥呀 什么呀 这男生我不建议拍 为什么呀 我觉得我可喜欢了 女生拍就可以了 女生拍的男生不也得帮着你背吗 哈哈哈哈 还有这个包 我也没有get到男生背好看在哪里 这个主要是他搭呀 他跟自己搭就行了 妈你来给他展示 那我背一下 我看女生背好不好看 我给你稍微抬高一下 不用这样最好看包 女生背挺好看的 换一扇浅色的衣服 在队上的小包 还可以 队包还可以 嗯 这挺挺挺好看的 他里面就是加了一个那个 就给他冲起来的东西 嗯 嗯 也可以这么提着的都 这 这小铁都在这可阳气了 还可以提着 还可以提着 哈哈哈哈 你拿着还挺好看的 新的老铁 这是什么表演 不错 真真努力呀老铁 对 大家有没有拍这个包 你就这样提着 今天牛肉果裤子还上吗 你就这样提着 你先看 今天牛肉果裤子还上吗 土质体 OK 这个福利可以 行了 给大家整一拨福利 因为货品太多了 我刚挑来挑去的 我想给大家整什么福利好 这个 我们品牌方要的 半亩花田 半亩花田的那个 慰露 这个是我要来的福利 这个价格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90多米的东西 咱们要来的福利是50多米 木马给大家介绍 半亩花田的秋冬被润身体乳 社会价是99米 一瓶 250毫升的 就是在咱们屏幕上显示的 一瓶大瓶的 250毫升的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 是59.9米 59.9米 一瓶大瓶的 而且送两个30毫升的护手霜 送两个30毫升的护手霜 这个是半亩花田的身体乳 我以为是沐浴露呢 半亩花田的身体乳 送两个护手霜 这个是啥 这个是两个就是 这个也是身体乳 但是是那种旅行装 旅行装 你直接拿着这一个 然后就用了 行 这个福利可以 便宜了40多米 而且还多送了这个 秋冬季节 大家是用身体乳的时候了 就是大家不是说 那我给你们找身体乳嘛 也找了挺多款 这个只有100单 这个只有100单 但是福利都不够大 这一款身体乳 是咱们现在为止 要的福利最大的一个品牌 半亩花田的品牌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只有100单 品牌方只给了咱们直播间100单 上架吧木木 好 在1号连接了 干啥 给你做模特了 这个包卖是多少块 这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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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就只给了咱们100单 是吧 200单还是100单 然后 它预售是7天 而且只要69块钱 你们看一下69块钱 能买个这种硬死风 而且显得很高级的包 其实挺难得的 那20个不会是男生吗 我对挑这些包 说实话 就是 女生 还是挺有见解的 这个包你收到 肯定不会后悔 你放心吧 肯定不会后悔 就是你穿什么衣服背它 都显得 就显得很可爱 很贵迹 其实因为成功说服了20个男生 男生买了这个包 我真的觉得男生背很好看 这个我是准备自己留着背 我就不给妈妈了 因为我们家以前 其实我觉得 你虽然 你可能就是平时你有更贵的包 但是我觉得这个包 它拍照挺好看的 我确实觉得它拍照挺好看的 但是男生就是不太适合 为啥 男生谁会拿这个包拍照 不是拿呀 你要背着呀 不是拿着 是背着 而且你穿羽绒服的时候 你不觉得男生背这个包 显得可可爱了吗 而且不娘 真的 可能是我我娘 我对不起大家 你要知道现在冬天跟女朋友一起出去 你要不仅要给她递手套 你要给她递个包 还女生背好看 真的没女生背好看 这个女生可以留着拍照用 你的意思我背不好看吗 我觉得我背真的好 你是个例外 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 这个是上的啥 半母花田 半母花田不是抖 哥 待会儿那个保暖内裤你试一下呗 那不行吧 那有点色情 那就是专门男士的 你不能穿长一点的那个上衣板挡一下吧 穿长一点的上衣挡一下 也行吧 就为直播牺牲自己 那去吧 现在嘛 现在 老铁这个包真的可以 老铁这个包 给我买它 买它这个包 这不是吗 来自 在这儿 老铁啊 静带了老铁 暖和包 妈呀 我要是刚穿我就说暖和 我是不是有点催牛逼了 我怎么觉得这保暖铺你一穿 就该说不说 咱家得卖出去大几百代 就比模特穿的都好看 你介绍吗 给我们的福利就是男款的 这裤子的特点特别柔软 不掉毛 不起球 不褪色 不变形 这个为什么推荐这一款保暖内 不是保暖秋衣 它不掉色 不起球 还不什么 不褪色 不变形 不褪色 不变形 不起球 还不臃肿 还不臃肿 真的 首先它特别的保暖 是和任何年龄段 妈你把我的那一条拆一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内力 它这个底下是这样的 就我一般喜欢用 我一般喜欢用袜子把它 让大家看一下里面 它那个呼吸的那个地方 它是双层的 对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能保暖的 非常保暖的 对它呼吸是加固的 用蜂窝吐气型那个 膝盖这个位置 膝盖这个位置加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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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蜂窝吐气的 它虽然加厚保暖了 但是膝盖这个位置它不会呼气 也不会呼的那个水蒸气 呃呃之类的 吃了多少 真的是那种你穿的身上是那种裸感的舒适 它虽然很厚 但是很贴身 很舒适 然后它的外形整体 不臃肿 非常的贴身 我哥他太瘦了 所以他可能稍微的有点晃荡 但是一般的男生的腿 可能会比他的粗一点 所以就是很贴身 但是不会很拥挤很紧 我为什么不穿给大家展示 因为我从来不穿保暖内裤 我冬天连秋裤都不穿 谁会想穿保暖内裤那么贴身呀 不喜欢它是吧 其实这个我可能腿细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我不喜欢那种紧绷的贴在我身上那种感觉 大家穿保暖内裔的时候不喜欢贴的 因为我从来不穿我不太懂 因为这个保暖内裔它非常舒适 但是像我哥他穿习惯了嘛 你有发言权 你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他和你平时穿的那些保暖的那种秋裤 差不多一个样 大家对比一下价格 哈哈哈哈 实在 实在 谁又看价格 来价格 来价格 报一下 稍微价299米一条 一条 那么直播天59.9米一条 59.9米一条 59.9米一条 给多少单 这个就给了200单 59.9米只给了200单 对 只给了200单 咱上架吧 好在1号连接 再 暖冬 暖冬款 我想说 就是当你需要穿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管你穿什么 它都是冷的 当你这个城市不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管穿什么 你都不冷 实话 真是 这个东西就是穿上 它就是 你如果那个城市需要 那就肯定是需要 如果那个城市不需要 咱穿上它也是多余 反正这个价格我觉得可以排 这个价格很合适 给孩子 或者是给自己的对象 或者是给自己的长辈 我觉得男士都可以排 这个 你可以翻过来 这个 这个其实挺好的 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 能保护到脚踝的那种感觉 之前我买过那种 像某衣裤的 它们都是9分裤 但它这个不是 它是10分裤 它是10分裤 其实冬天这个脚踝应该保护 这就没了 哦 你看嘛 那蜂蜂似的 膝盖这个地方 200带没了 没了 现在你晓光了 因为这个价格很合适 我以前买过 在外面都比这个贵 都比这个贵 我妈买那个老后的 那这样吧 那这个拍完了 那我们就先不讲了 我们先讲其他品 你跟品牌方对接一下 看能不能加单 是吧 咱们先讲下一个品 那这个我就先不讲了 我刚刚还想告诉大家 它膝盖的部位加厚了 膝盖的部位是加厚的 但是不呼气 它是以蜂窝煤的形式加厚的 老鸟 蜂窝煤的形式是什么形式了 哦 我不能理解 蜂窝 蜂窝 蜂窝煤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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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在联系品牌后 老金单老铁这是什么表演 老铁这什么表演 咋了啦 他们是新手机的店面 每天只能有一千单 他们给我们200单 然后已经报了 已经卖完了120单 然后他们到那个点去了 到那个120单以后就不让拍了 但是给了我们200 没拍完就没有了 老铁 我先下去了 下去吧 没事 那以后再上的时候 就是大家赶紧抢 先下手为主 就让人全身很异 那个咱这个裤子还上吗 要如果不是因为品牌方 给咱们直播间的价格特别低 他这个品我下次我一定不买 就算给大家做福利了 没有了 宝贝没有了 他们不给加单 不给加单 如果要加单的话 等下一次下周六吧 或者是我们 我们搬完家 我做一次带货吧 我跟品牌方我去聊一下 干嘛 怎么下一个吧 干嘛整这出 干嘛整这出 下来整啥 他就给了100多单 就一分钟就拍完了 他也不给加单 哪有这样的 你以为他们都专业吗 我跟你讲 其实他们都没有你想的那么专业 真正专业的人是谁 真正专业的人 其实就是那些打包的 和那些 和那个叫什么开车的 你以为他们都专业吗 他说这个不专业 那个不专业 其实没有咱想的那么复杂 这一行 就是你给钱 然后他帮你打包行李 然后你给钱 他给你把车 从这个城市开到那个城市 就是这么回事 你说他中途 应该不会给他弄坏吧 如果他中途弄坏了 现在聊天记录 还有那些就是 中途弄坏他赔是吧 对 还有那个 一般不会坏 因为打包的人 你要看着他打包 就是他打包的时候 你要看着他打包 你要把咱们的异碎品 你都包好 一般包好了 都不会出问题了 明天就是青岛人了 妈来啊 咱一块儿拨 那个人 中间 你给咱院说啊 同意了 其实就是 中间休息会 我都不想 其实就是加点钱 就加钱 你都不想吐槽他 来来来来 我特别不喜欢 这种情况 我也不喜欢 就是做 做生意不实诚 你现在怎么换 你没法换 你没法换 因为他们得现做核酸 这个满分上一下吧 萌萌 满分 满分 好 因为他们得现做核酸 如果不是因为要现做核酸 我才不跟他家合作 万一他看的直播呢 咱好点在石州当地 也是一个有名的 这个 不知名的头部直播 你给他加了几毛钱 满分给大家上架了 我说加300 加300米 到手价39.9米 这个满分真的很好喝 6坪 6平 6平是吧 39.9米6平 对 39.9米6平 大家如果平时有喜欢喝这种果汁的 或者气泡果汁的就可以买这个 这属于饮料了 刚刚我们那个NFC的那个是纯果汁 对吧 这个属于饮料 我待会会给他发一个消息作为证据 就是你给我搬家了以后 你给我搬家了以后 如果再有其他的任何额外收费 那你把我的家具再给我拉回来 然后你全额退款 我会给他发这个消息过去 那咱家可以有一个跟车的 明天我跟车吧 不用 跟车吧 为什么要跟车 如果他把车开到一个大坑里 刚当一声 咱俩咱们都不知道 可是妈跟车妈妈说 他一定要跟车 可是妈跟车妈说 妈跟车妈说 她不跟车 不是 咱妈能知道 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开到大坑里 刚当一声 要不然你到时候你的东西碎了 你没有办法追责 我后上哪有大坑 万一呢 你没法追责 你得追责这种事情 必须要有 或者是路上有那个 可是可是大车太危险了 没事 大车太危险了 没事的 人家也细腻 要跟车妈妈 那要不然就不跟 那到时候其实就是 万一东西坏了 就麻烦一点 你轴人家 你轴不轴了 人家卸下就走了 没事 要不然就不跟了 不是 你打包之前 你就拍好视频 哎呀 没用 没用 怎么没用啊 你打包就拍好视频 然后到了以后 先等他们弄完 我们拆开 你再走啊 那样的话 就是人家搬 咱又得 咱又得赶紧拆 你拆那屋子 你是搬上以后 你拆的乱七八糟 你也看着挺乱呀 最好就是有一个跟车 我跟车 没事 我做过大车 关键是人在车上能乘上我吗 他跟几个人去啊 明天再说吧 行吧 不需要跟车吧 我觉得 不用跟 用 你像装修 为啥人家主家要有一个人在那看着呢 其实那个人根本就不懂装修 但人家有家里人在那看着 那装修的师傅啊 就不敢那么偷气去瞧的 那我可以这样啊 我可以就是比如说 我让他把这些易碎的先帮我抬上来 然后你可以在下面牵制他 然后我就赶紧拿那个大剪刀拆一拆嘛 你牵制他一会儿 我拆了 他不可能说他运坏了 就就走吧 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么好欺负 其实吧 就是人吧 他就是啥 也许人家也不会那样 你姥姥要和我聊天啊 其实就是啥 就是 小梁在跟车吧 我突然觉得让妈跟车也行 这样后座还能多放点东西 其实说实话 人家开大车的人开车 比咱俩开始安全 咱俩有的时候还打个盹杀的 我可以开始喝不大盹 那废话 你老人家开到青岛就在开了几个小时 他开过来他也没开几个小时 那你这些话说的就不对了 大部分开车的时候 极少数是你开的时间长 只有去青岛那次是你开的时间长 去青岛和回来都是我开的时间长 怎么可能 回来是我开的时间长 宝贝你忘了 你说要下高速 但是咱没下 然后我一直开到家的 咱们从那边上高速 我就开了一个多小时 上去以后我又开了一个小时 换了 然后又 我又开了一个小时换了你 然后我开一个小时 你开一个小时 我开一个小时 你开一个小时 中途有一次你多开了一会儿 谁啊 对吧 什么呀 刚才没有来电 来电 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开了 就那一次是你开的 回来的时候 我会多开一会儿 对 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多开一会儿 因为我的腰是能熬得住的 但是你的腰有时候是熬不住的 我都尽量让你少开的 不是 我知道吗 是我们回来的时候 那不说要下高速 但是没下去 那边很堵 然后我就一直开下来的 但是我开的时候 我都是看着时间的 我都尽量让你保证 对 咱们俩都是一人开 差不多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就管 我都是看着时间 就是 我就给你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 我就让你下来 所有费用 你说好 哦 就所有费用 你得提前跟他讲好 所有费用已经讲好了 但是他这一次还是加钱了 等我 待会儿下播以后 我再给他发个消息 如果他要是再临时给我 加任何的额外费用 我就不搬了 还有别的品吗 上了咱们准备下播了 还有搬家 还有吗